6月18日 李晨新店在上海开业 合伙人潘伟博也现身现场 作为多年的好朋友 一见面两人也互相调侃 笑声不断 谈到两人是不是因为某些事情也会产生分歧呢 潘帅不假思索地说绝对会意见不同 其实每一次开幕大家会问这个问题 我们就一次同意或剪接这一段就好了 就是会 绝对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这是很正常 因为两个人以上做事情绝对就是会有一些意见不合 或者需要我觉得这是对 我觉得这是对 都会有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好就是我们都是 真的是很尊重这一方的想法 然后都会听进去 所以我觉得这是好事 所以以后这个 等我们第二十周年的时候还是可以剪这一段 不过二十周年之后我们可能已经不是我们两个人了 今天正值父亲节 李晨的儿子奥斯卡也来到了现场 作为多年的好兄弟 潘帅也着急地都去相亲了 我们相爱吧开播了两期 足足溜了两期的无尾熊CP粉 不知道潘帅和无锡有没有可能从荧幕CP变成现实呢 目前的话还正在寻寻秘密当中 当然有碰到一些不错的对象 正在了解当中 李晨也当了一个角色 也是着急啊 着急到上节目相亲了都已经 本能就是在说这件事情 尝试一下 对对对对 因为本身我比较不喜欢把自己的事情跟大众去讲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 确实体验一下 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是 是 是 感谢观看